约伯记第38章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转绳拉在其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如初胎包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为它定界线 又安门和栓 说,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你自生以来曾命定尘光 是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 叫这光普照地的四集 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因这光,地面改变 如泥上阴影 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 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宝贝也必折断 你曾进到海园 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 曾向你显露吗? 死印的门 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 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 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 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 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 能看明歧视之路吗? 你总知道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你曾进入雪库 或见过薄仓吗? 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 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道 谁为雷电开路 使雨降在无人之地 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凄凉之地 得以丰足 青草得以发生 雨有负吗? 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冰出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 是谁生的呢? 珠水坚硬如石头 深渊之面 凝结成冰 你能记住 卯星的结吗? 能解开 参星的带吗? 你能按时 领出十二宫吗? 能引导 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 你知道 天的定力吗? 能使地 归在天的泉下吗? 你能向云彩 扬起声来 使倾盆的雨 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于心内 谁能用智慧 数算云彩呢? 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结连 那时 谁能倾倒天上的平呢? 母狮子 在洞中 蹲伏 少壮狮子 在隐秘处 埋伏 你能为他们 抓取食物 使他们饱足吗? 乌鸦之处 因无食物 飞来飞去 哀告神 那时 谁为他 预备食物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